在这里,我想对大家进行一个灵魂深处的敲闻 大家知不知道,夏天最热的地方是哪里? 不是非洲,不是尺度 也不是广州37-39摄氏度的室外 而是没有冷气的课室 本期节目由心静牌空调赞助播出 心静就自然凉了 用不开空调而已 对于学生来说,整个夏天里最残忍的事莫过于 整天都要离开有冷气的宿舍 顶着连日,横跨整个粗墙的上货 又晒又热又干 好像横跨的撒哈拉沙漠 我是觉得学校这样做,很不人道 我直接觉得学校应该建一条冷气走廊 一路由宿舍通队课室 若不是我们学生上货途中半路热死,怎么办? 喂大哥 开冷气之后,室内外温差差20度 什么概念? 即是一个人一走出去,就会变成一堂肉汁 这个时候女生都更好 因为她们可以担傘 而男生就很惨 因为她们一旦担傘,就会被人说她们是罢人 自己浪费湿就算了 还要不让其他人担傘 这些很明显想同归于盡 担傘呀,担傘啊 要一起酸,要一起酸 不过,等你到了课室 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你不要忘记这间课室是没有空调的 这么大了空间,只得几个窗 然后被迫起了一群 自己发现的生物在这儿 你会否有没有联想起什么? 正龙 那些科室在蒸我们 而事实是,整班人都在拼命出汗 让我空气濕度很高,好像真的蒸什么样 我还没进去那间科室 我就已经感受到夹带着汗味的月亮不停地跑过来 在那一刻,你的求心意志会叫你不要走进去 然后你的班主任还会一脚伸你进去 啊,外面太阳又猛,科室人又多 同一脚又臭 让它几个烂风识在那里睡着睡着 室内温度可能比室内温度高4度 就连呼吸空气都是热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老师竟然还要求我们集中注意力听货 我们来上货都用了注意力 又不让人睡觉,不过你给也没用 都热到睡不着了 就算睡得着,都会热到醒 每一次在科室睡觉都会发同一个梦 师傅,我们到了火焰山了 还有,我永远都不明白一件事 课室不安装冷气,但是教师办公室安装了 为什么? 老师改试卷的运动量特别大,所以要安装冷气降温 幸好,你有章粮计,我有个长梯 比如说,经常在老师办公室门口散步 而且突然间变得特别好学 老师,这题目不会做吗? 这题目很简单,你上课没有听吗? 首先,你要写一个解字 好,写了,写了 老师,这首诗我不懂,让我解释一下 这首诗刚上课就说过了,那么快又不记得 是啊,我笨 这首诗叫做宿劫师三方,代丁大不智 意思是作者在四传网风景时很有感触 很有感触 很有感触 老师,这个 爛 没问题,这招好像不合理了 那不如也是用绝招吧,不过辛苦你了 大家是兄弟,说这些 那你准备好了吗? 嗯 啊 你放下来吧,你做得住啊 做得住 辛苦你了 哎呀,别说这些坏事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 怎么可以打架的?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将来的? 知道打架是不好的 辛苦了,莫莉 哎呀,兄弟不要说这些 好兄弟 课室为什么不装空调? 这个问题过了这么多年 都因然令到广大的学生非常困扰 当然,我们做学生的都知道 课室的冷气不是说装装 是要涉及到很多问题的,我明白 而我也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学生的学习环境也会大大地改善 所以,现在课室都没有装冷气的同学 你们千万不要灰心 总有一天,我们广东的课室 一定会全部装冷气 蛤?你问我你这间课室何时装? 根据我的经验,一般来说 你毕业之后就装装了 为什么你最近不点赞? 你是不是喜欢了其他人? 我不管,你不点赞我不开心 我不让你不点赞